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历史非常的久远 过去有许多朝代 都是在这里建都的 文化底蕴很深厚 我们这次会带着大家 一起认识洛阳三角 龙门石窟 洛阳水席 还有洛阳牡丹 另外还有许多艺术相关的活动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洛阳之美吧 洛阳地跨黄河两岸 伊洛 禅 建四大河流穿承而过 最终流入黄河 寓意出丰富的历史文化 它因为地处洛阳之阳而得名的 洛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一千五百多年的建都史 先后共有一百零五位帝王 在此地定顶九州 古代的帝库 唐瑶 渝顺 夏宇等神话 大多传于此地 因此自古就有着天下之中的美誉 伊和洛河撑起河洛文化的发展 它被西方历史学家 在语是东方的两河文明 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 就位在伊和两岸 绵延长达大约一公里 窟中将近十万尊的佛像 历经不同岁月的雕凿 也受尽千年的风吹日晒冰霜雪雨 他们见证了历史的兴衰更替 成为世界上造像最多 规模最大的石科艺术宝库 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龙门石窟里面 雕工最精美 规模最大的凤仙寺 那我们现在就请高老师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雕 好 那么这个大象坎 它在我们整个西山南部的山腰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距离我们的这个山脚下 还有二十米以上的一个高度 对 刚才要爬很长的楼梯才可以上来 它是在一个半山腰处开凿的 一个大象坎的群雕 可以说很多观众朋友 慕名来到龙门石窟 就是为了站在这里来看一看 我们这组雕工这么精美的大象坎 为什么它会叫凤仙寺呢 就是一个寺院的名字来命运 因为真的是在过去唐朝的时候 这里曾经有一个皇家寺院凤仙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组大象坎 当时它隶属于这个皇家寺院凤仙寺来管理 是有僧人在这个地方进行这种日常的洒扫和管理的 楼门石窟造像大多是皇家贵族赞助修造的 它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皇家石窟 那么我们中心大家看到这个最美丽的大佛 它叫卢舍纳 这是印度凡语的音译 意思呢就是佛的光明普教四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大佛像 它的高度 包括它的方台座 高度是17米14 大概相当于六层楼这么高了 它的这个头部的高度是4米 耳朵的长度就有1.9米 耳朵长度就比我飘了 对 比我们通常的一个人都要再高一些的 对 它非常美啊 整个五官雕的最传神的就是眼睛 非常有神力 无论我们站在大佛面前的任何一个角度 当我们大家在抬头仰视大佛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大佛也在注视着我们 在对我们微笑 嘴角是往上微微上翘 红微一点点而已 对 露出了一个很含蓄 很神秘的微笑 所以我们龙门石窟申报世界遗产获得成功之后 很多观众朋友都认为 是这尊美丽的大佛卢舍纳 征服了全世界 凤仙寺除了主佛卢舍纳之外 它的左侧是大弟子佳舍 右侧是小弟子阿南 再往外分别是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 这些石窟造像组合成龙门石窟的名片 它代表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 如果再搭配鹦鹉雄剑的天王 咄咄逼人的历史 更是一组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形象 它不论在规模跟雕工上 都是无可取代的 因此在西元2000年 正式由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整个龙门石窟分为四大部分 也就是东山石窟 西山石窟 香山寺跟白园 它们之间通过横跨在 伊合水面上的石拱桥等建筑 彼此串联起来了 这个地方它是由一水两山一园一寺 这四部分组成的 水就是我们身边流淌的这条河 这叫伊合 秋水伊人的伊合 它最终也是流入黄河了 然后两山就是我们这里是两座山 您发现了没有 我们站的这一面是西面 这个西山的名字叫龙门山 龙门山 对面是东面 我们东山的名字叫香山 这是两座山 还有一圆一寺 圆就是白圆 白居易就常名在我们的东山的白圆 白居易唐代非常伟大的大诗人 对吧 然后那里是香山寺 这是我们整个石窟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想要在一天之内看遍龙门石窟 恐怕是无法达成 但是有几个重点绝对不能错过的 那么我们的石窟开枣在这个伊水两岸的崖壁上 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一看 你看这个山崖上密密麻麻雕刻的都是洞窟 从北魏开始开枣 至今天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在这个山崖上一共雕刻出了两千三百四十五个洞窟 将近十一万尊的佛像 并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要告诉观众朋友 在我们的洞窟内保存了两千八百多块的悲客题记 通过这些题记呢 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就可以解读这个洞窟背后的历史背景 比如说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题记中 有这个母亲为儿子来开枣的石窟 因为孩子要远行了 担心孩子平安 所以为孩子来造这个石窟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祈福和消灾 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啊 他们那种心声就记录在这个石壁之上 为我们留下了这么精湛的这种艺术作品 就是工匠呢 他用他这种灵巧的手赋予了我们这个石壁生命力 是吧 龙门石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伊雀 因为这里东西两善对质 伊河从中间穿流而过 就好像是一座天然的门雀 所以古称伊雀 莲花洞是一处天然溶洞 扩造出来的北魏时期作品 它最大特色就是洞顶的莲花 当中的莲子 莲棚跟周围的莲花瓣 看起来是栩栩如生的 万佛洞跟莲花洞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万佛洞呢 它是我们整个龙门石窟中 可以看到它的造像布局是非常的完整的 它是一个这种前后续的结构 窟内呢我们可以看到雕刻的有一佛 二弟子 二佛像 二天王 户外呢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两个这个护法的金刚力士 万佛洞刻满了大小佛像 你看像这里是非常小的标策 然后我要手指给大家做它打 大概这是半斤手指的大小 而且这还不是最小的 没有没有还有 鱼窟内最小的佛像是两厘米的 两厘米的 还有呢就是最小的那个河刊 不到两厘米 很小很小的 因为我们龙门的这个石具啊 属于石灰岩 这个岩石呢它非常的坚硬 但是它同时也很细腻 非常适合于金雕细琢 所以龙门不管是大体量的 很大的卢舍纳 耳朵一米九的卢舍纳大卢 17米高的高度 还是一点多厘米的小卢 像小卢刊都雕刻的很生动 就跟它的石头的材质呢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啊 然后再看一下这里啊 镜头看一下这里 这里呢是我们龙门被誉为最美的一宗观音的形象 你看这个观音呢 它的高度呢是85厘米 整个身体它是很温柔的在扭动的 然后手里面呢拎了一个镜瓶 一边呢手上呢搭了一个浮沉 表现出了一个很悠闲很自在的一个观音的形象 金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据说就是根据这宗观音塑造了落神的舞台剧的这个形象 非常的美丽的龙门的观音 大陆寻奇曾经多次造访龙门石窟 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这一趟碰上古阳洞正在维修 它以龙门石窟造像群开凿时间最早 佛教内容最丰富 书法艺术最高著称 虽然无缘深入采访 但是这也告诉大家 下次造访的时候 能够看到更精彩的龙门石窟